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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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今年新年都是要戴着口罩 但我们依然可以美美的打扮 真的很开心 是的 如果大家想像我们这样美美的打扮 记得要看这条短片 有我们化妆师最短的时间教我们 新年的口罩 事不宜迟 马上去片 大家好 今次我们邀请了化妆师 Renissa 大家好 今天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日装 希望每一位都可以做得到 因为戴了口罩 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的着重点 就是眉和眼睛 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即使开始了 以下就是今次的化妆和发型用具 现在我们开始示范 如何画妆 我们要准备的工具 就是一枝眉笔 选择颜色的时候 我们是因应你头发颜色 和眼珠的颜色 去配合你眉的颜色 然后上面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眉头位 清不清楚 如果想不知的话 大家可以做个记号 给一点点眼睛 这个眉头位 然后我们找个微风位 在鼻翼眼珠望前面 鼻翼眼珠旁 黑色位 上去这个位 就是我们的微风位 我们又给一点点记号 好了 眉尾 鼻翼眼尾 斜上去 这个就是眉尾的位置 好 我们找到三点的时候 就可以像小朋友 一个断线 把它断回去 然后在微风位 到眉尾 就有一条线 所以 因为我们现在是日妆 不需要那么深色 那么夸张 所以我们有点点外线的时候 就好像填积游戏 填一些不够硬色的地方 就可以了 眉头位 要淺色一点 不要那么深色 如果不是 就会变成蓝不小心 就会好实 那么画眉 我们最主要是怎么样 是浅自深 眉头浅色 眉眉深色的 那你看下去 咦 眉眉好像不够 的时候 再给点点颜色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拿些赤膜 刷 刷它 我们倒上橙 将颜色 刷到眉头 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 由浅自深的眉型了 那么我们画眼线呢 就有分内眼线和外眼线的 小小迫起的时候呢 睫毛的根位 那些呢 那个位呢 就是内眼线的 在睫毛的上面的位置 加条线呢 那个就是外眼线的 好 我们画的时候在眼尾那里 慢慢少少少少少 好 你看看 画了呢 将它拼在它就可以了 我们内眼线画完了 那现在画了 内眼线了 都是平方之不 慢慢 在眉尾那里掃 那不需要执着画画 一定要很漂亮 很工整啊 这么执着的 因为我们稍后就会拿个眼影 去定一定妆 那它就会轻一点 好 好 大家见不见到那个眼线效果呢 因为今天示范是一个日妆 那所以呢 我们的眼线呢 就不画得那么粗了 只要拿到大家的眼神出来 就可以了 现在都需要帮我们定一定妆 那这个是一个竅门 定一定妆的时候呢 你的眼线呢 就轻一点 没有那么容易的眼线呢 就变到下面变成红猫 我们会选个深的眼线 对啦 我们会选个深的眼线 对啦 少少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那如果怕自己拿得太多的时候呢 可以在自己的手上试了 那个眼线呢 那也是啦 在那条眼线的上面呢 我们轻轻来回 一个温柔的眼线呢 这个眼线呢 看见到那个效果 一点就足够了 不需要太多 我们就选了一个 啤色 啤色 啤色就是八大颜色 哪些人都可以 你配哪些颜色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 我们都在那条眼线上去加 然后呢 慢慢 一个渐变 由重至轻 慢慢加进去 來回慢慢慢慢很柔軟的 如果大家覺得不夠明顯 我們可以再次再加 用這個顏色再加上去加鬆一點 千萬不要急 慢慢慢慢加 不然就回不了頭 要求再過了 現在右邊的眉和眼睛已經完成了 跟另一邊大家可以比較到分別 妝已經完成了 是否不同了很漂亮呢 已經精神了 同時我已經在左邊做了少許效果 這個位置做了一個很簡單的三手邊 大家都可以做到 如果大家想把它變成女性 可以將它在這裡 可以變成花用夾子夾住 就可以了 又或者可以將這條三手邊 藏在頭髮的後面 這樣出來的效果又變成又換動了 好了 現在大家所見 就是另一位美女模特 這樣就很簡單 記得在尾上開始梳順 然後慢慢提高 才去梳髮根 這樣就不會扯了頭髮 不會那麼痛的 梳順了之後 我們就有個鹽粉 噴少許下去 擠高一點頭髮 噴少許鹽粉 擠一下 令頭髮有個立體感 有鬆鬆的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的是一個高邊 我們就要準備一條橡筋 這個就是一條鬆一點的橡筋 你見到有兩個白夾 這個方法就令到沒那麼容易扯 頭髮沒那麼痛的 大家拆麥那條邊的時候 只要低起一條夾 那條橡筋就會自己鬆開 不會痛的 設定邊的時候 其實有分離高中低的 高邊我們怎麼看呢 就是來耳朵45度角 好了 現在我們梳整齊了 首先我們用夾子 插進頭髮和頭皮之間 然後用手指固定位置 不要讓它動 然後拉鬆條橡筋就可以轉 好了 覺得夠的時候 我們就把夾子 打直 插進頭皮 然後拆一拆 這樣就很實質 大家如果覺得這條橡筋和夾子露出來不好看的話 我們可以拿細細的頭髮 把它包一包 遮住 這樣就完成了 現在我們加上頭色 就完成這個髮型了 是不是很漂亮 很嬌俏呢 謝謝Missy 不用客氣 希望大家學到東西 有一個精精神神 龍精苦猛的新年 我們髮型化妝整體形象設計師 總會其實是在1953年成立的 而當初的名字就是 香港理髮室職工會 與攝影進行關係 就在2015年再一次改名 就成為了今時今日的 髮型化妝整體形象設計師總會 現在我們總會的會員人數是1600天 這個範圍也有髮型師、化妝師、幕後、攝影師、服裝師等等 其實我們總會也很關心行業從業員的狀況 而在2019年的社會運動和2020年的疫情中 很多我們從業員也有開工不足的情況 所以當時我們開了記者招待會 也都若見了政府官員 反應我們行業的情況 其實入我們這一行並不困難 最主要就是大家經常聽到有沒有心 因為新人可以從頭培訓 然後教你有很多不同的技能 其實如果大家想入行 當然很歡迎加入我們工會 而我們工會也不定期會有技能課程 以及一些興趣班 好像近期防疫措施經常有改變 如果大家不太了解的話 其實也歡迎大家打電話來我們工會查詢 september跟لب等同事 ��極度部分 每個人億努力做 焦斗 驚訝 阮